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給代謝更名說聲 珍重再見 現場所有國內線的旅客們 我們是副市場航空的員工 相信各位在這一段時間以來 看到了各種的新聞 無論是官方發的 無論是我們走向街頭的鏡頭 這件事先讓各位知道 我們雖然不捨 雖然被迫離開這裡 但我們依然懷念著 想念著這裡曾經與你們共同的一切 我是副市場航空松山機場 也就是我們的台北站一起人員 現在這個公司五年 五年了 從當初來準備面試 就是到這個候補櫃台 就是我們國內線的候補櫃台 我們還沒有買到其養沒有進到位的 都要坐在這裡登記後面 這裡也是很多 不管是空服員或是地型人員 甚至是來物中的人 到達雙艾機場 會找出我的第一個點 很多人會在這裡 我們的地型人員在這裡上班的 坐在那會台的人 都笑聲自己是服務台 我們要解答所有的問題 今天可能來問說 今天面試題人在哪裡 今天在哪裡抓跑 今天要到哪裡上班 要哪裡打趟 所以這個地型對我們來講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們選擇這裡 來做我們最後的 像旅客 像機場 像所有的團業們 說最後一句再見的地方 我們的遠東 我們的華信 我們的甚至我們的台信大哥們 過去他們都是我們生活當中 非常非常重要 完全不可切割的一個部分 而今天我們重新回到這裡 雖然我們的工作群 已經沒有了 雖然我們的品牌已經被拆掉了 但我們的心中 永遠都以 復興航空四個字為了 現在各位右手邊看到的 2B櫃台 是我們復興航空 國內線過去最最重要的櫃台 每一年的過年 每一年的春日 每一年我們都在這裡 迎接著所有的 尼特的期待 給他們一張登機證 讓他們可以快快樂樂的回家 快快樂樂的出遊 而今它已是空空蕩蕩的一片 揪入了不同我們的心 但我們一樣先用回到這裡 拿我們手上的傳單 給所有所有的旅客 所有所有的經驗這裡的人 讓他們知道 我們真的很不捨 然後我們在這邊準備了一首歌 因為之前復興航空有一首 就是航空企業的那個登機音樂 它叫每一天都不同 然後這一段時間 我們所有的員工 將這首歌 改編成了我們 1800個員工的新生 本來的歌名叫每一天都不同 我們把它改名成 每一天都糟糕 內容大概是這樣 一切都不想說 因為擁抱能表達的感動 民生的沙 每一天都不同 來自員工的淚 來自員工的淚 今天要珍惜願望 不要逃遜 走過的青春 全都變成泡沫 原裝的頭 每一天都不懂 會不會下去爭鬥 到底正好什麼 可怕的麥要泡沙 善待員工 不要再閃躲 不要一錯再錯 你像這首歌每一天都糟糕 我們請現 呈現給林民生董事長 我們再次呼籲林民生董事長 趕快出來 面對你的員工 善待你的員工 謝謝 從解散到現在 已經將近三個多禮拜 其實大家心中 已經默默的開始接受這個事實 就是我們再也回不到天空上 但是我們仍然不放棄 如果有任何意思 讓我們回到這片天空的機會 我們都願意把握 因此我們在這邊懇求 所有熱愛復興航空的旅客 神客 或是臨時今天的破路人 都沒有關係 盡力支持我們 繼續回到這片天空上 來協助我們 來出我們一臂之力 你的支持就是 我們最大的精神支柱 支持我們 要求政府以收縣收人的方式 讓員工有往後工作的機會 也可以在住在天空 展現我們的服務熱忱 同時也幫忙我們 呼籲我們的董事長林民生先生 盡快出來解決社會問題 解決這些員工生計 員工不只是陪你走過兩次空難 與你共度時間 而是成為你資本家 資本家犧牲之下的血汗 血汗史了 那我們也期待 小林政府能夠拿出一番作為 畢竟現在大家都看著 這個負心航空的案例 看著你會怎麼處理 如果你不能好好處理 那事後是不是有更多的無良企業 會遵循負心航空的模式 這樣子惡意解散 造成這麼多人 一千八百個家庭流離失所呢 我就是末班車空服員 我們今年四月份收訊 六月底上線 很小的時候 我就是做他的行業 公司到台灣 然後以後能加入他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緣分 然後不會想到說 六十五年的老招牌 會這樣子倒掉 那我們今天抗爭 很多人會不量解決 我們貪的無厭 但事實上我們延遲未來一年 昨天領到第一批的資錢費 就是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三 並不如公司講的 優於勞基法 然後我們去家寶勞保的時候 就是有看到 他明顯高薪低報 因為空服員平均薪資大概五六萬 但是他以最低的勞保基 就是兩萬零一百元去報 所以我們這錢費這麼少 我覺得他對外營造一個 很照顧勞工厚入的一個形象 但是並沒有 然後如果你已經有計劃要解散的話 為什麼要招最後一批空服 因為很多人是原本有工作 抱成夢想加入這個行業 我們並不是說要賴著公司奔走 我們找工作 找公司相關工作 從地理率到領路取到時間 至少是兩三個月的時間 每家航空公司都一樣 你要解散的話 你不早想讓我們找到 我們不會今天讓我們這麼難看 那今天換作順便 現在被告知解錄了 你們能接受嗎 所以你當時是放棄工作 轉身的行行 本來是做什麼 本來也是在航空業 從其他家跳到這一家 放棄獎是哪一家 在中國 但是因為想回台灣 後來中國不會放棄 會持續為大家爭取權益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已經在昨天 裡到第一批的資遣費 甚至有同人跟我說 副理事長 那個資遣費根本不夠付 我在台北租募付的房子的違約金 大家知道台北是一個很難生活的地方 因為資遣費一萬多塊的金額 連違約金都不夠付 他還要倒貼 更不論是來這些公司之前 他是抱著多麼遠大的抱負 多麼偉大的理想來的 至今全部被連寧生 惡劣的企業家給打破了 謝謝連發全復興航空 好的 我們接下來還有更艱辛的路 要繼續走下去 謝謝大家今天很辛苦的 我們熬過了24小時的靜坐 都很疲累了 我們的行囊都在國內線 剛剛我們集合放的地點 謝謝大家